每年中秋节除了会吃月饼 巴黎文旦幼更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今年因为雨水充沛再加上气温够热 让文旦幼和往年相比更为是香甜多汁 民众还可以到巴黎农会亲自体验采文旦幼的乐趣 巴黎文旦幼香甜多汁 果肉细致受到许多民众的喜爱 今年因为气候方面的条件有利于文旦幼的生长 加上遇到润月的关系 民众可以尽兴地品尝 为什么今年会比较好吃 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充足 所以会比较多汁 那当然也因为雨水多汁以外 那今年太阳也是非常热 所以它也是非常甜 那变成说又甜又有水分 这样的柚子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今年是有点润月 所以今年会要吃柚子的人可以吃比较久 因为今年的冬秋到九月底才过冬秋 所以今年要吃柚子是最好的一年 民众除了可以采买文旦幼品尝之外 也可以亲自到巴黎的农场体验采果的乐趣 当地就有一间采有机种植的农场 提供民众自己来摘采 虽然外皮稠了点 但是不影响吃起来的口感 有开放采果 那每个游客来呢 采一颗是五十块 希望说来的游客呢 都可以把它采得非常开心 但是也不要说采得太丑就把它丢掉 那我们稠的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加工来应用这样 农友也提醒大家 无论是到市场采买或是亲自到农场摘采 都建议放上五到七天 在多余的水分蒸散之后 不但果肉更为柔软 甜度也会提高 会更加好吃 记者高新峰林景于巴黎采访报导